小羊 你见过爆炸头的独角兽盲弹吗 你见过那种火星不可好玩呢 独角兽盲弹我都玩腻了 我有做最新款的玩具 啥玩具啊 给你开眼 狗屋盲盒 这个狗屋是你有钱都买不到的 只有小羊火 太阳 切 到底是我的盲弹好玩呢 还是你的臭火屋好玩呢 比你不就知道了 开蛋 让你见识一下爆炸头的对比 你们看看影片里面的词是什么图形呢 揭笑答案 这好像是香水条对不对 还有一个小猩猩啊 揭蛋哦 哇 这个狗仔好可爱啊 还需要一只小鹰姆诶 又弯又尖的小嘴巴 还有像牛腿一般 非常亮非常黑的眼睛 这新鲜的发卡罗 还可以放到鹰姆的肚子上 超级可爱是不是 再看这个盲袋里会是啥 一个狗角兽的发孤妹 这也太可爱了吧 像小猴腻一样 像这个发孤秒变小狗仙啊 这个盲袋 可以DIY变成画手面 特别精致可爱 我超级喜欢这个鹰姆的小吊杖 这个长长的一条 我猜应该就是发袋了吧 果然是 是蓝绿剑变色哦 这好像是一个小树子对不对 好可爱啊 还有一个小皮筋 最后两张盲袋了 摸起来多好薄啊 一张张是贴纸 另外一张是纹身贴 上面图形都是独角兽的小公仔 这双卡片也做得这么精致 它是一瓶香水的形状哦 这个小猩猩居然还可以反开 让恰托米给你设计一个 2021年最潮发型 微妙 我从来觉得这只鹦鹉有点猥琐 鹦鹉还送了三个小鹦鹉蛋哦 担拔出来 是三只带毛的小公仔哦 那一座小猫猫呢 喜欢看你格外的桀骜不驯 不过还是非常的可爱 我的独角兽盲袋就猜完呢 你的狗狗里到底有啥玩意儿啊 小羊带里探寻狗的秘密 哦 最上面呢是一个小盲袋 哇 这里面是一个独角兽的发箍 它的颜色呢 还是七色渐变色哦 毛起来软软的 好像慢回弹 还有两个雷射的狗耳朵 看起来好可爱 哎 哎 这戴上之后呢 气质是不是顺进就来了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狗狗小项圈 银色的狗牌 和金色的小铃铛哦 重点在这下面 三个迷你小狗蛋 这狗蛋呢 不仅有独角兽的脚 而且还有狗耳朵哦 看起来好可爱啊 我们来猜一个小粉 小狗狗 出来吧 哇 里面居然真的有个独角兽的小狗狗 好可爱啊 它的脚呢居然还是金丑紫色 迷你起来圆圆的 还有两个盲袋 一个是胡椒结的 还有一个是蓝色的 这是一块 切丝米 咦 这么棒的手感 这个黄色的鲜色里还是好香啊 虽然这一块是黄色 那我猜这边这一块肯定是紫色 啥看吧 你们觉得呢 哇 猜错了 居然是白色 但你看这手感超棒 像白雪一样 我来猜蓝色的盲袋 哇 有六个可可爱的 狗狗小贴纸 还有一个小狗蛋 哎 狗蛋里面为什么会有一只小狐狸呢 然后它们是狐朋狗友 它的小肚皮呢 还有个小型肌腰 刮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里面的图案 仰光肚皮 瞬间变成雷色肚皮 而且还有一只魔术兔哦 你们猜猜 小白蛋是一只什么颜色的狗呢 你底揭晓 对 白蛋里面居然是一只小灰狗 它的脚呢居然是绿色的 你们有没有养过灰色的小狗狗啊 看起来有那么点怪可爱的 称斯林呢 还是一样的黄色和白色 咱们混在一起拉个丝 哇 这个雪好美啊 像一只狗狗一样 你小灰狗的好朋友到底是什么呢 哎 还是一只粉色的小狐狸 小灰狗肚子里尝了什么秘密呢 让我们看一看 夏日炎炎 西瓜最甜 看来是一只喜欢吃西瓜的小狗狗哦 之后我们来看看小金蛋 小狗狗 出来了 哇 一只粉色的小狗狗 颜色好新奇啊 而且发量感人啊 它应该是一只爱美的小狗狗 不仅有狐狸结 而且耳朵上还不拎不拎的 这只小狐狸挂件是什么颜色呢 这只不再是小狐狸了 而是一只金灿灿的贵宾犬 而且还有粉色的小蝴蝶结员哦 爱美的小粉 会有什么小心机呢 让我们来揭露看一看 豆皮上呢 是一个魔法水晶球 要看呢 你们最喜欢哪一只小狗呢 你的小狗狗也太迷你的吧 还是我的大鹦鹉 大鹦鹉鹉 可爱小狗狗呢 好不好 夏凯们 你们说说看 谁的玩意最可爱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